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 先看一下病史 这个59岁男性 没有外伤负重的病史 今年1月来就诊 就诊完了 他都疼得没法痛 碰了没有办法走路 经过治疗之后 他有改善 3月有照布一支X光 4月很奇怪 这个好像开始来讲 这个59岁男性 他没有外伤负重的病史 今年1月他就诊 疼得没法痛 经过治疗以后 他说有改善 都吃NSAID有改善 他来就是胆胆腹部的疼痛 我们跟他照X光 3月再照4月再照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片子 这个是右边的左边 左边 你有看到什么东西 这个大概大家知道 SARS-SAN明显 LONBO SUCCURITATION LONBO SUCCURITATION ELEO NUMBER LEAGEMENT 这个地方 也比较近 Payboard list 在这个地方 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 你在看 这个是 右边 这左边 我放电导了 你在看 看起来 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 Stuway Invention Stuway Invention 4月的时候 3月之后 你就发现 这个都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什么 OA的 OA HIP OA HIP 所以这个 再review一下 你如果看到这个东西 的时候 再回去看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读片就很重要 比如说像 侯医师你看这个 第一张片子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3月的时候我们在照 右边 这看起来 大致上 也还好 也好 但是你看到 4月的时候 可是3月的时候 照出来 这个就是什么 OA HIP OA HIP 所以你要知道 Serial Examination 在 这个地方的评估很重要 可以 我们再回去 比如说这是1月 1月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1月就通 1月就通 所以 这个东西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说 怎么样 去评判 评判说 他是高危险毒蛆 然后 high risk for 这个 OA HIP 这个一定要很小心 Serial Examination 这个是很重要 序列的检查 在 这个疾病上面很重要 应该说 很多的 骨关节的疾病 都要反复的照片子 反复的照片子 有时候 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东西发生 你看 OA HIP 它在3月内 就发生出来 所以这个 要请各位要小心 这个 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 Pelvic practice 它的root 交叉的很多 跟Cervical Gracic earpress 不太一样 Pelvic practice 它是很多神经 我到S1 它出来有非常多神经 所以它的神经在那种 Rug 肯定性 肯定性 再来就是说 这个病人 它年纪大 糖尿病 Chronic pain 在这种经体下面 它疼痛的定位 会比较不好 它有时候是 hip的痛 但是它会告诉人 它是knee pain 所以X-ray 造成膩没有问题 刚好如果 病人年纪够大 你膩造起来又有问题的时候 你常会被miss 另外还有腰 我今天早上在跟你们讲 腰臀 腿脚 足 这是不同的地方 你说我们这个 腰腿 会痛 在中国人家是听不懂的 腰臀 这是一个地方 腿脚这是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你在分辨疼痛的位置的时候 年纪大 糖尿病 慢性疼痛 这种 它疼痛的定位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大概你就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定位 如果这种情景下面 序列的 长时间的 或者是 常规的X光检查 还是有必要去做 那我们第二个 这个是明天会讲到的 61岁男性 他说要修屋顶 修屋顶 在屋顶从3公 3.5公尺 掉下来 脚脱壁的时候 听到啪一声 然后呢 没有办法回备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后他来门诊 检查之后呢 竹背 脚正起来 黑色 不正 刚刚这个片 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一般我们都会检查 脚趾骨 脚脏骨 排关节 因为这没有 contrast可以了 所以这看看 这看 有什么问题 还好 就放它回去 结果这个是 另外一个 这个 是 least brain injury 这等一下 明天 我们有机会 会讲到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 因为今天这个 我们就先不及的讲 另外一个 这个 12岁女生 他玩了之后 这一个 妈妈说 在学校玩 溜滑板 跌下来 受伤 跌下来受伤以后 他扭到 左脚 左白 但是没有很肿 没有很肿 但是走起来 另一边可以的 还是可以走 然后呢 来 我们照的S1 好 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好 这个是一个AP 然后一个 Lateral View 好 左脚 AP 看起来还好 对不对 超音波 Soft TG 不是很多 小胆骨 基本上是OK的 那Lateral View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问题 你看这Join的都好 交张骨 排关节 这都OK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生长版的破裂性骨折 一个Ruptured Cross Blade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要很小心 你不要说AP View照了 就放它回去 或者说来做个Soft TG 没有Linkerman Spray 这个不行 好 记得 生长期的小朋友 受伤 一定要照片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它会有这种 Apipersis 好 那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 因为这种东西 它会影响生长的速度 所以你如果没有给它找出来 它在其他地方找出来 可能会有法律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这个小朋友 你如果没有及时给它做治疗 给它固定好的时候 它有可能这个地方 生长的速度会受到影响 会造成什么 长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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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被人家倒了 现在这种形成下面 好不好 好 那再来我们就讲一下 Heat跟Dye的这个Origin Insertion 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各位 听过我们之前的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 我们大概有一些Muscle Muscle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Origin Insertion Insertion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是什么 Opturator internus Germelus Piformis Gluteus minimus Ideosaurus 这些肌肉 它是连在大腿骨上面 大腿骨上面 有没有 这里Opturator externus 臀中肌 Medius Quadratus Germelus Eosaurus 也就是说 这个告诉我们 这些红色Insertion的肌肉 你在动 髋关节的时候 它会 变得比较紧 或比较松 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去检查出来 这样知道吗 那另外的话 有一些是在骨盆上面 而我们则是利用Mobilization 骨头来去做检查 这大概是一些比较常见的 公衣 Muscle的Mark 跟大腿的Mark 所以你看 臀大臀中臀小 臀大臀中臀小 我们之前常常讲过 臀大臀中臀小 唯一会reverb到小腿去是什么 臀中肌 为什么 因为臀大肌跟臀中肌 Origin主要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屁股在动的时候 屁股有问题的时候 大概是臀大臀中 那Medius 臀小肌 它会到下面去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它最靠近下面 所以它会reverb到这边 所以这个位置 你就会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就是 一个painful hip的diagnosis 我想这位教科师 应该常常看过 就是像直接的撞击 或者是strain 拉伤 拉伤 或者是什么 athletic pipalgia 就是像这个运动员学手 他是短跑的 爆发力的这种 急跑 极加速极减速 它会造成一些 这个 前因的这种疼痛 这个叫pipalgia pipalgia 这个我们可以讲 那另外这个各位应该很熟悉 performing syndrome 这个 有听过 那另外一个就是 inflammatory 的问题 比如说像 Writer's syndrome 或者 Sorartic arthritis Ankylosis Magnitis IBD等等 这些它都会有一些特征 假设这个 这个inflammatory disease 他跟Writer Writer是什么 Writer是症候群 30几岁 男性 UTI 病死 然后呢 可以觉得有膝盖腰背痛 膝盖痛 下背痛 这个Writer你要想到 那如果说他皮肤 特别是手的这些地方 手指头 他有一些脱皮的 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 肝癬这样子 肝癬 然后再加上背痛 这个大概就是Sorartic Sorartic 那 男女都有 那AS大家知道 男生嘛 30到35岁 男性嘛 对不对 常见的话就是什么 颈肩部僵硬下背痛 活动之后会改善 这个Ankylosis 一些典型的人的特征 还有IBD IBD 通常什么 吃海鲜 喝啤酒 搭肚子之后呢 造成的 突然就下背痛 变得很严重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那另外 弹响 宽 Snaping hip 这大家应该知道 Bersetis 像Trochanter Bersa Ideasaurus Iskyo Gluteal Bersa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Bersetis 那 再来就是Astratus Astratus 比如说像 Demental Displasia BDH VT VT 这个 或是Sleep Feminal 这个Head 或是Sleep Capital Feminal Epiphasis 这个 不会很少见 那还有一些是什么 它是因为感染 可能是全身性的或局部性的感染 造成的这个附近的关节的这个发炎 Septic Astratus 还有什么 Vascular Necrosis Vascular Necrosis 这个也要很小心 CVL Eczema 这很重要 还有什么 这个肠各位应该有听到 Labrum Injury 或者是Labrum Care 这个关节蠢的撕裂上 关节蠢的撕裂上 关节蠢的撕裂上 不会只有在偏关节 髋关节也很常见 等一下我会讲到 另外的话 像Fracture Displasia Humor 这个应该各位常知道 好 那这个是Pelvis Hit Joint Pelvis 所以你看到 这个地方 Gelio Pactinia Bersa 是在这个地方 在Pelvis Synesis的外侧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Pepal Femoral Ligament 那后面的话 是Ubturator Membrane 那它有 Greater Trochanter Lesser Trochanter 然后这个就是Intertrochanter Area 那这个大概都是 有一些Ligament 它去包覆 它去包覆 各位可以看到它Ligament 有点旋转的这种形变 所以我们髋关节 基本上可以做 很多轴向的运动 除了肌肉的控制以外 Ligament的走向也是很重要 好 好 这个Dator View Dator View Dator View 各位应该就有看过 Tensor Bascial Lata 扩肌膜脏肌 它主要是什么 扩肌膜脏肌 不是只有Bascia 不是只有Ligament 它有什么 它有Muscle 所以它全米应该是什么 TFLM Tensor Bascial Lata Muscle 但是它的Muscle的component 是哪 大概就是在臀部的 侧面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什么 各位的那个臀部的那个 最下面那个线 画上来 外面这一片 这些东西都是Tensor Bascial Lata Muscle 所以这个都会 这个 军医师在问的时候 Tensor Bascial Lata Tensor Bascial Lata 主要是这个地方 Tensor Bascial Lata 克劲素 卡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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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人讲 这个下来 到 TBR 有的 甚至会延伸到 小腿 小腿区 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一般就是 Eliac Crest MTL Eliac Crest 这个地方 以下的 Tensor Bascial Lata 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是我们 Hip Join的 的一个 History 那因为今天我们讲的 主要是跟OA HIP的关系 所以我等一下会挑一些 比较重要的 的题目 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像这个 有没有疼痛 比如说它Hip Pain 没有 Trauma History 你要跑Fation 看它ROA Patrick Crest 然后看Hip的问题 然后就照S-Ray 去做不区分 那如果说它有 Toma Induced 当然就会做不同的检查 那如果说 他是小孩子 我们要跟他做一些 Eli-Test 然后照S-Ray 或者是照超乘工 那这个就是Hip 我们有常见的一些 Test 那包括像这个 这个最常见就是什么 Thomas Test Thomas Test 我们就是看它这个什么 Rectors B-Morris Rectors B-Morris 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拉一边的Hip 这个各位在门诊 应该常看到我做 拉一边的Hip 往上拉的时候 你看它怎么样 看它的这个膝盖 有没有往上翘 有没有往上翘 如果有的话 这个就是所谓的Thomas Test Pastic 那这个是RF Contracture Test RF Contracture Test 你看它有没有Contracture 这个跟Thomas有点像 就是什么 你一样是叫它做暴息的运动 暴息的运动 暴息的运动 暴息的运动的时候 你看它的这个Contracture 有没有出来 为什么 RF Rectors B-Morris 是Two Joint Muscle 它穿过两个关节 所以你在动的时候 它膝盖会变得比较近 膝盖变得比较近 所以这临床上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的重要性 有什么重要性 像这个病人 如果他坐轮椅 坐久了 会有 有的病人 就会有Rectors B-Morris 的Contracture Contracture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在刚开始走路的时候 他的这个膝盖 他会觉得 你会吃 你会吃 好你会吃 所以你看病人在走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特征 他走路的时候是怎么样 他为了要让他的脚比较近 他走路就会这样子 撬屁股 你怕什么 你看阿婆有的都这样 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爲他可能HIT有问题 然后造成RF的Contracture 所以他走路的时候 很昏 estado 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做这个病人 不是只有做他的isis I� 关事 和六合一 你在做治療时 HIT的 temu itting 曲绿 medida 转 转 或者是 stretch 或 PRN 这个都要做 这样知道吗 这个叫 AD test AD test 一般我们会做 做怎么样 就是做他的那个髋关节 我们跟他转 转 转的时候 看他的臀部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翘起来 这个是做什么 side bending 这种东西在做 那临床上有时候我们会做到这样 我们会直接什么 翻查或者是手摸着病人的这个地方 摸着这个病人 你跟他动的时候 看两边 ROM 你跟他动的时候 翘起来的那个 出现翘起来的那个角度有没有一样 如果不一样 你可以写 AD test positive Ober Ober的话这是什么 测一个 tensor fascia data muscle 有没有 steam tensor fascia muscle 好 有的病人他说一共会痒痒痒痒 他到底是 Ideo tbio band的 变得比较紧 延展性变得比较不好 还是tensor fascia data muscle 的问题 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Ober Ober怎么做 就是把脚 开起来 开起来 然后我们怎样 手一磅 手一磅看他下来的这个速度 有没有一样 这样知道吗 好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边 好去做 我会建议啊 各位在这个 病房 做方病人做检查的时候 多留意一点 可以发现 如果说是病人 他是一个 pacimal muscle 的weakness 或者是 pacimal muscle 的spicylicity 像tensor fascia muscle tensor fascia data muscle 的问题的时候 你在放下来的时候 会发现怎么样 放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跳下来的速度 比较快 比较慢 慢慢慢慢 下来 好 这样 慢慢慢慢 下来 他这个问题 就是在tensor fascia data 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放下来的时候 他是整个下来 整个慢慢慢慢 下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什么 EDO TBO BAN的问题 他延展性变得比较不好 整个是 他的是整个是紧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 这个就告诉我们 你如果一放开 他的速度 一开始的时候 会卡住 这样子的时候 表示说他的那个 stretch reflex出来 那stretch reflex 从哪里出来 就是spicylicity 是从什么 肌肉出来 所以他问题会出现在 tensor fascia data muscle 但他如果是整个 都很紧的时候 整个下来的时候 都很慢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EDO TBO BAN的问题 所以 治疗的方式就不会一样 这样子当然 好 那另外就是一个 performance test reformance 这个应该各位 常常看到我在做 这个是什么 fair position FAIR 对不对 flexor internal rotation 然后 这个 好 这个internal rotation FAIR abduction 的这个 这个 这个test preformance test 好 那再来 这个是所谓的 patrick test patrick test 大家应该知道吗 就是这种 favor fraction abduction external rotation 这个favor test 大家应该知道吗 这个应该 我就不用多讲 就是关起来 我们跟他做转 好 那这个是 trendilember test trendilember test 这也是一样 我们叫病人什么 站起来 用单脚去站立 就是看他的这个什么 keep the abductor 有没有问题 好 他如果keep the abductor 正常的时候 他能够维持他的肌肉 所以他单脚站的时候 他可以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在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 画一条线 或者是用一个 那个皮脂 去跟他站 你就要单脚站的时候 他如果这样 屁股翘起来的时候 这叫什么 keep the abductor 的 weakness 这个就是一个 trendilember test 这样知道吗 所以 所以我们刚刚在评估 tanzer fascia lata 可以利用什么 trendilember test 或trendilember gain 以外呢 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刚刚有讲过 这个 overtest 这个也是检查 那个 tanzer fascia lata muscle muscle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这个简单讲完以后 我们就来讲 这个骨头 这个骨质疏松 各位知道 这个骨质疏松密度检查译 就是dexa 大概是90年代 90年代 大概二三 二十几年前发明的 那各位一定会很好奇 诶 那许医师 那在80年代以前 何医生 他们就不会判骨质疏松吗 其实不是 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判 那各位知道 我们的所谓的water triangle 你在S-ray判的报告上面 常常会听到这个 什么叫water triangle 我们的这个hip的bema 它有一些tobulation 这tobulation其实它都是有名字的 tobulation 所以这个tobulation 我先做一下 tobulation 这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是它的横向的 横向的 这个叫做所谓的tension 那直的 直的这种 我们称之为这个 webary 或者是compression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所谓的water triangle 你看 如果是横向的这种 它是负责我们的张力 hension tomulation 那如果是直的这种东西 叫做compression pression tomulation 所以water triangle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有第一压力小量 第一压力 那第二压力小量 跟第一张力小量 这三个合起来 画起来的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water triangle 所以你如果在s-ray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表示什么 压力 这叫compression 或者是pression 都可以 压力的小量 压力的小量 跟什么 横向的这个压力 张力的小量 第一张 第一压 第二压 跟第一张 第一张力小量 这三个画起来 这个叫所谓的water triangle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当然还有所谓的第二张力小量 第二张力小量 就是在这个地方 第二张力在小量这个地方 那你一定会说 哎 老师为什么要分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 第一通常是什么 比较重要的 第二通常是什么 它比较 webaring 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在 Osteoporosis的时候 它会退化的顺序 就是先从张力先减少 tension的会渐渐减少 tension减少完之后 才是pression 或者是compression的减少 这样知道吗 所以减少的时候 你看 随着这个骨质疏松的时候 这种tension的group tension group的这种tropification 会优先的减少 为什么 因为骨头在再生的时候 是跟压力有关系的 什么压力 webaring的压力 沉重的压力 各位只要记得这个原则 我们只要是webaring的这些tropification 像这个第一压力 第二压力小量 这种东西都是最后才上市 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都有webaring 只要你一直病人有在ambulation 但是你病人如果没有做hip的stabilization 像这种弘向的 像这种弘向 没有的时候 做久了 它容易 这个地方就会容易先上市 所以你看 随着Osteoporosis的时候 通常是第二张力小量会先消失 然后再来是 第一张力小量会消失 然后最后才是第二压力小量 最后才是第一压力小量 这样知道吗 所以它有一个这个顺序 所以随着这个减少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的传言狗是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会先不见 第二这个张力会先不见 然后再来才是第一张力 对不对 然后再来才是第二压力 这不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什么 三角形越来越大 或者是温三最喜欢 好像许立师我看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病人已经Osteoporosis 它就变成什么 四角形 所以各位说 徐医师我看不出来 不是三角形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这个病人可能已经有Osteoporosis 所以你Water Triangle 你会变成什么 Water Quarter Angle 它会变成是什么 Water Square Water Square Water Square就不过了 它就是变成四角形 表示它传统迷迷迷不见 那临床上我们以前 最栽星最早期 就是用这样来做 固质疏中的分类 你看 这个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A B C D E和 E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F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压力小量 剩下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你看慢慢回来的时候 你看你从这样倒回来 看的时候 这个是好的 A的这个是好的 B的你看有没有发现 它的压力跟张力小 渐渐就变少 渐渐就变少 这个就是一个Untemination 这个Tropic relation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去看病人有没有固质疏 这样知道好不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你可以从哪里看 像这种Tropic relation 如果 这个叫什么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好 台湾如果跟中国要打仗的时候 美国会先撤墙 对不对 那为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两个地方 如果你的 Arcetabulum head 跟你的这一个 Femeral head Arcetabulum 这个Porsair 跟Femeral head 要开始要碰撞的时候 要开始打仗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Tropic relation 会先不见 所以你另外一个 判读的技巧 重点就是 比如说它要OA HIP 或者是 Avascular Necrosis 它这个Tropic relation 就是本来是好好的 但是它会变得不见 所以你可以对照 对照就是上下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片子上面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就可以看到 好 那这个是一个 Non-Astriated HIP Pen 的一个 Differential Diagnosis 就是它这个HIP Pen 里面有这些 那它会有怎么样做 我想这个 这个临床上 我们都很常做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们通常是什么 看它有没有History 有没有History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没有 跑到其他地方去 看是后面的 还是前面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的PE的时候 配合有没有Radiation 有没有Radiation 那这个东西我想 这个流程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 这个基本上 我们就 不多讲了 因为临床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 大概就是说 PE 然后 S-ray 然后再来做 特殊的检查 特殊的检查 好 接下来就讲 这个Bemone Nerve Bemone Nerve 为什么我们讲说 这个地方 Hip Disorder 常是名医杀手 因为Bemone Nerve 讲起来很简单 讲起来很简单 我们说 这个人神经很大条 神经最大条是什么 Bemone Nerve 那为什么 它的 跟Cervical的 这个病位 来讲 它的比较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它神经大 第二个 它出来的神经 L2到L4 这Bemone Nerve 它是比较少 然后单单 行经的这个途径非常长 人的话 脚通常都超过一公尺 你看 在这么长的行经下面 你任何地方有突破 它在这个Root上面 都会不舒服 所以临床上这个定位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一般我们讲 会用一些Landmark 去分 包括像Gunoligment 好了 然后再来Bemone Nerve 它分 Anterior 跟Posterior Division 然后它会到Pactinous去 到Sartorius去 到Medial Cutaneous去 或者是Quadriset Gamerens Safeless Nerve 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Bemone Nerve 的一些分叉 是这样 那Sighting Nerve 它是另外一个 Sighting Nerve 它是 做骨神经 做骨神经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它是L4到S1 这个地方下来 这个下来 那下来之后 它会经过Perminous Perminous Perminous下来之后 它有分Inferior Glutein Nerve 跟Sighting Nerve Sighting Nerve Sighting Nerve 出来的时候 它会到半箭肌 半膜肌 这个地方去 另外会到Perminous去 或者是Adductor Adductor 那在膝盖的上面 在膝盖的上面 它就会分成分支 一个Perminous 一个Carmine Perminous Perminous Perminous就是什么 Perminous的意思 所以各位的教科书 现在应该都是念 Perminous Nerve 对不对 应该是吧 以前我们是念 Perminous Nerve 现在有人叫Perminous Nerve 它其实是一样的 Perminous Nerve Perminous Nerve 它又分Sumabitial 跟Deep Branch 所以这个东西 临床上 各位记得一下就可以 那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Perminous 那它的Structure 主要是这样子 它的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拆开来看 Permin 它有 所谓的Greater 跟Lister Trochanter 那这个Perminous Nerve 的时候 它有一些Artificial Cartilage that 经由 什么一个东西 连在哪里 这个 Capitis Femoris Capitis Femoris Nerve 它是怎么样 利用这个东西 它是连在 Asticabium 这个里面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 就会看就是像这样 它是这样 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利根 这样 这样保着 所以你Keep a joint 它怎么转转转 转转 它跑不出 如来 如来佛的 这个手掌心 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连着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持络容易转 你这样拉它不容易转 为什么它失利没有 但是有一些情形 这样的这种情形 这样子的这种情形 很容易就会让所谓的 Tapitis Femoris 那个人 去受伤 那如果受伤的时候 没有好 它就会造成什么 如果受伤没有好 这个东西它连的就不稳 连的就不稳 它可能会去上面去靠道 下面去靠道 就会造成一些 Lagrant Injury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 临床上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什么 老人家 老人家 或者是什么 它有经过撞击 它有一个顿挫伤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里面 Acecavillin posa里面 它有一些 Ellipose Tissue 有一些Fem 一些Fem 老人家比较瘦 这个地方没有油 或者是什么 受伤之后 这个地方的脂肪组织 受到撞伤 它就会有一些 所以它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 它会有什么问题 Ubturator Nerve Acecavillin nerve 为什么讲那 神经跟血管通常是走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 大家讲说 那个Hip Pain Hip Pain 有的人病人疼痛 Hip 这个早期的特征是什么 Inguinal Pain 是什么 改变痛 改变痛 为什么 因为就是Ubturator Nerve 这个地方的一些问题 好 那另外这个 刚刚我们也看过 这个是什么 它有一个 这个 Eleoprimal ligament Eleoprimal ligament Eleoprimal ligament 刚刚讲过 它是一个旋转的 旋转 所以你要让旋转的受伤很容易 就是什么 让它反过来旋转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Hip的一些旋转的 这些 损伤 就会造成这个 ligament的问题 然后再来看 Eleoprimal 或者Eleoprimal 这个东西 它的 ligament 其实是这样 Planet Trocantum 那这个位置 各位请看一下 就好 那它的Vessel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N-A-V-E-Y 对不对 应该记得 Nerve Artery 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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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它的位置的分布 最外侧的话还是Vent 里面是Vent 然后内侧的话是Vent 这个Vent 这个应该各位AumCVP都非常清楚 这我就不多讲了 好 Muscle Muscle Heap的话 我们从外面来看 你看 它的这个地方 是从外面来看的话 就是有这样子 Adductor Quadratus femoris Abdurator externus Graceless 内侧这个地方 通常都是从Pulic Tubercle 这里爬出来 Adductor longus 是往上 那这是Heap Joint的特征 好 那这个是Heap lateral 这个东西 Gluteus maximus 然后这个旁边的话 我们刚讲过是什么 Tensor fascia lata muscle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通常就是Anteer superior elix spine SIS 这个地方的附近的根子 那它往前就是Sartorius muscle 往侧面 第一条就是Tensor fascia lata muscle 那夹在Sartorius 跟Tensor fascia lata muscle 就是什么 Rectors femoris 所以你看我们Rectors femoris 是什么 是从侧面出来往前面去走的 从侧面出来往前面走 所以它是这样子绕过来 从外侧这样子绕过来 所以Rectors femoris的肌肉收缩 力量不平均的时候 力量不平均的时候 也会造成外侧的 Heap的这种 这样知道吗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Anatomy 这个Heap 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 这我就不多讲 这主要就是Performance 这个地方 它是绕 这一个 Citing Learn的上面 这样知道吗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的Performance muscle 中间是夹Citing Learn 你要知道它上面不是只有Performance 它下面有什么 下面有两条就是 一个是Gemela 一个是Quadratus femoris 所以它有上面有下面有夹到 所以你要看Referred pattern 你如果扎到上面 病人是跳一下 再R 我们在扎针的时候 是这样子吗 你这样进去进去的时候 你先扎到 你先感到Twitch response 病人你再扎到他的Citing Learn 他说 他先R再R 这样下去 那你知道是Performance 但是你如果病人是R 拿到下面去 然后再另外再R 会跳 这个是什么 这是Gemela 跟Quadratus femoris 所以位置是不一样 所以你在扎针的时候 你听病人的叫声就不一样 你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个临床上 你也可以用触摸 你先感觉到Twitch response 然后再刺激到Citing Learn 那个都是比较浅的 比如说像Gluteus minimus 囤小肌 或者是什么 Performance 鼻状肌 但是你如果是扎到 病人已经有麻的感觉 你再下去才会有Twitch response 这表示说你是到更深的地方去的 是到Gemela 或者是Quadratus femoris 这样知道 所以临床上还是要这样区分 所以不是说每个 屁股痛的病人都是Performance 没有那么好看 那再来就是说 它有一些variation variation你看知道 这个主要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观念 一个就是Performance 下面的话它可能是Gemela 那当然也有在Performance 它直接从下面 或是从这个地方穿过去 或是绕过去 这个都有 好 这个都有 好 这是clinical症状 clinical症状 这皮肤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 就是什么 坐着 站着 躺着 20到15分钟会痛 然后它痛 它是特点是什么 它是从 臀部痛到 腿脚去 我们今天有讲过 腰臀 腿脚足 对不对 它是五个不同的地方 它不是腰痛 它是臀部痛 腿脚痛 痛到大腿 痛到小腿 或者是痛到腿 痛到脚 这个 是这样的疼痛 跟都被騙不太一样 而且这个很奇怪 很奇怪 就是什么 这个 有些老大人会跟你说 我丢了一种体 我没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又说是不是七头肌 你怎么知道 因为像这种病人 就是要起来的时候 走一走会比较好 坐下来又不行 病人会跟你说坐不住 他如果抗腿脚的时候 他不是告诉你腾痛 他说我都坐不住 我都坐不住 为什么坐不住 因为你坐着的时候 Reformis它是stretch的 它会拉到 会去压到腿脚的病人 你站起来 收起来 它就好了 所以像这种病人 就是 起来走走走会比较好 坐下又会比较好 所以跟一般的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HIVD 腿脚的这种stretch不一样 都被騙那种病人 他有时候躺起来 或是刚要起来 他会怎么这样痛下去 他不太一样 他走路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他的这个 蹲着 或坐着会比较不舒服 然后再来换位置 他没有办法缓解 为什么 换那位置 你还是去stretch到你的屏风 你只有站起来 他才会松掉 所以你对他站起来 是不是比较舒服 他会 就是这样 或是你有叫病人 看了时候 他先不坐下来 看门着 他就一直站着跟你讲话 你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屁股痛 我们通常都会吃 然后另外的话 他会有一些这个 走路的这个不行 不舒服 不舒服 脚会骂 weakness 这些东西当然会 这些看见他就可以了 那他会有一些sign sign sign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讲 就是会有一些performance的sign 然后weakness 或是拉的时候 这种病人很特别 就是他会痛 他会痛 他会出现音疼 但是做好件都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traction traction根本不会好 甚至有时候traction的时候 他更痛 会更痛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你没有跟他拉到 你有时候去拉到那个 keep的时候他会更痛 所以有的病人会这样子 好 那这个 他会有一些trigger point trigger point在哪里 在这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这个大概都可以看 trigger point 比如说piviformis 他通常会在这些地方 那hulitis medius 他是比较上面 比较上面 好 那这个是一些其他常见的 trigger point 这我就不多讲 各位找时间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临堂上 piviformis的病人 会有一些sign 我们就来你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你会发现他脚是这样子 你会发现很奇怪 他的脚 你正常躺的时候 应该是两个都在上面 好 两个都在往直的 但是你如果一个piviformis 比较紧的时候 就会拉 他的脚 就会走路这样子 甚至你叫病人走路的时候 他会有这样的情形 走路 开肩肩肩肩 他走路的时候 一脚是往前的 一脚是往外的 那这样的病人 其实就是一个piviformis sign 你叫他躺下来 他如果这样 那就是这个 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piviformis muscle 的一个attach 临床上 讲过 FAIR fair position fair chain adduction internal rotation 我们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fair test 好 那再来就是有一个 这个strain 这个technique performance 这个 我们怎么做 这个就是ospeopasic的 这个治疗 我们都是用黄金纸 你如果病人不敢打针 不敢做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strain counter strain technique strain的意思是什么 前拉 counter strain是什么 反前拉 对不对 所以这种怎么做 你看他搞的时候怎么搞 就是 病人这样子的时候 你叫他 他是这个地方 他是用力的 叫他 长这样的姿势 hip 往前弯 就是膝盖往前收缩 往前收缩 他是不是平后 你会绷 performance 你用一直成功 有的人用这个 有的人这个 你这样下去的时候 去跟他拉 他的那个performance 这个叫什么 performance counter strain 这种手法也可以 这种手法也可以 对不对 你可以用一脚 叫他用力 勾他的脚 叫他用力 isometric contraction的时候 你一个下去给他压 这个就是推他的肌肉 这个叫 counter strain 这样知道吗 那 PD他们有时候会说 这个叫推肌肉 推 推肌肉 就是这个一种手法 那 surgical indication 大概是这样 里面有loose body 有sinovian contromatosis labyrinth labyrinth 或者是他有一些osteonecrosis 或者是一些 impingement rupture impingement college disease foring body 他有一些 gold pseudo-gold gold the uease surocop calcine pyrophosphate 这些他会造成pipathropathy 还有就是什么 capsule的shrinkins 他磨得比较 厉害 heeldenus 或是post trauma 还有像hip 这个 痛的 睡不着 或是痛到晚上会醒过来 OA 这个大概都可以考虑一下 那这是他一些 intradicular body的一些PD 像什么 Othelocondriacin dysectin 磨脱性软骨症 这以后我们都会有机会讲到 因为今天只有一个 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赶快先 要跳到后面去 CPVD 刚刚讲过 Cyltin pyrophosphate 这个是 甲通工 甲通工 Abyslamecrosis 这些都有 好 总算讲这个 这各位一定要记得 病人 痛到不疼 故隆后 你一定要想要这三个字 一定要想要这三个字 明医杀手 很多明医都是死在这个上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病 很早期的人 会看的人 真的是非常少 以前 我们在林口说 hip joint 可能真的是 很少人会看 所以这个 你还是要自己去做加强 这个东西叫什么 F-AI 这个你常常在我门诊的时候 听到讲说 F-AI Bineral Arthicabular impingement 这个 碰撞 或撞击 或牵砍症候群 都是一样 那这个叫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Bineral Arthicabular 它会去卡到 卡到在哪里卡到 这个卡到的它有两种 第一种是什么 它 太浅 太浅 去卡到的时候是 这个 对不起 一个太深 插进去太深 太深的时候它就去卡到 脖子这里去卡到 这是一种卡到的方法 另外一种是什么 它的深浅度是一样 但是这个东西 Labular太厚了 太厚了 太厚了之后 它去卡到的 所以 Impingement 基本上这有两种 有这两种 这样知道吗 如果说 是因为太浅的这种 太深的这种 去压到的 这个称之为 Cam Cam type的 Impingement 但是如果说 它是一个比较 这个Labrum 比较长的 这种叫做Pincer Impingement Pincer Impingement 这两个分类 各位要记得 等一下我们看片子会跟各位讲 那当然 到后来的时候 它会两个都有的 两个都有 这个叫什么Mix Type 所以 FAI 如果常常听到 FAI它是一个 Cam的Impingement 或者是Pincer Impingement 或者是Mix的 你就知道 Pincer是什么 Pincer是勾勾来的 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地方来的 勾勾来的 这叫Pincer Cam是什么 它是从 拳头来的 所以你只要记得 这个分类就可以 那后来通常都会Mix 为什么 因为Laborate Injury 通常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那FAI 我们刚刚讲过 它有分Pincer Impingement 跟这个Pincer 跟这个Pincer Pincer的话是什么 就是太轻 我们刚才有讲的 Pincer Ecessive Coverage 那如果说是这个Pincer Impingement 它是这样 它有一些分类 那拼生 impingement 刚刚讲过 拼生 impingement在这个地方 各位再记一下这个 拼生 impingement是什么 这个地方 勾勾的问题 勾勾的问题 那还有两个东西 Costopperpounda 跟Execatum Petrusia Pertrusia Acetabula 这是拉丁文 这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这是general的问题 OK 这第一个 刚刚讲过 拼生 impingement 拼生 impingement 这个地方它去卡到 它的acetabula coverage太多 太多你在动的时候怎么样 动动动动 动动动动 动久的时候这个地方 就会磨到 这个叫拼生 impingement 这样知道吗 那拼生 impingement 你看在动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地方 它已经长 这个异味性骨增生出来的时候 你给它卡的时候 它这里卡住 卡住的时候杠杆连离 对不对 下面就会产生 subluxation 这种东西 subluxation 就是位置的跑掉 跑掉 跑掉 那subluxation 这个 现在如果说是在 这个 Osteopathic的讲法是这样 但是你会觉得 很难想象 你把它讲成另外一个字 你会比较清楚 有的教科书 会写叫做 Mal alignm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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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什么的结果 Pincer Impingement 就是它 Osteopathic coverage太多 在动的时候去卡到 它会造成下面的这种 Mal alignment 这是另外一种特征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Nex Junction 它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出现问题 Nex 这个我们刚讲过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CAM CAM的 Impingement 它是这个地方免許的 这样知道吗 好 那Clinical 我们怎么样去做 这样子的检查 Anterior Impingement Sign 就是你帮病人在做 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你跟他做 Fable Test Fable Test 你已经Screen起来 这样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ROM有问题 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把病人 你叫他这样子 躺这样子 躺这样子 然后 这个 对不起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这个 Anterior Impingement 你在做的时候 你跟他讲 外扳内扳 外转内转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什么 你在Internal Rotation的时候 Inflection的时候 做Internal Rotation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 这个地方会造成一个疼痛 这个地方会造成一个疼痛 就是你在脚弯起来的时候 往内转 它会疼痛 这个叫做Anterior Impingement Sign 那如果说有一些情形 比较严重的 病人会有Posture Impingement Posture Impingement是什么 你给他做这个地方 Massima Intention 就是伸得最早 所以我们楼下那个床 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做到Massima Insertion的时候 你给他做 往内 往内转 往内转 往内收 这个地方 就是Forest的Eastern Rotation 你这样子转的时候 他会有不舒服 这就是一个Posture Impingement Sign Posture Impingement Sign 那这个东西 那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在造片子的时候 会叫病人去造什么 Pelvis的AP View Pelvis的AP View Pelvis的AP View的时候 会叫他做一个什么 就是做Strong Lateral Strong Lateral 你可以跟他Order Order 比如说你看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Strong Lateral的View 什么造 病人在造AP的时候 你叫他什么 脚趾跟脚趾要靠在一起 你叫他要记得做这个动作 就是大概是内转15度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他内转15度的时候 你脚弯起来 去造这两个例 为什么这两个例很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临床 直接去判读这个 有没有问题的 的一个重点 那这个Posture Impingement 跟Posture Impingement 这各位 这个Criteria 我刚稍微讲过 这各位看一看 就可以这个图 这我就不多讲 为什么 主要看这个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Normal Keep 这个 有几条线 你大概一定要清楚 第一个 IIL 这个叫什么 IL是这个地方 这一条 这个地方 这个叫Elio Esqueline 这样知道吗 IIL Elio Esqueline 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F是什么 F是这个 Pepulon Fosa 这个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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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一定要记得 各位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 因为正常来讲 IIL Elio Esqueline 跟Posa Acevium Fosa 这个Line 来讲 正常来讲 应该是IIL 在内侧 Posa在外面 这样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位置 正确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什么 Acevium 大家知道这个是Acevium Head 对不对 这个是Pemoral Head 对不起 Pemoral Head Acevium 它没有盖到的这个地方 我们称之为E 空白处 空白处E 空白处E 所以这个是Head 这个是没有盖到E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些 Cover的角度 就是用这样去算 我们先讲一下 继续讲 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Cosa Profunda Cosa是什么 这个Cosa Profunda Profunda是什么 太深的意思 Profoundus的意思 Profoundus的意思 它就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 IIL在外面 Acevium Cosa Line在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有一个特征就是什么 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 IIL在外侧 F在内侧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E 没有Coverage 这个地方的 变少了 如果有这些情形的话 就是所谓的 Cosa Profunda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就是我们刚刚看一遍 EIL在内侧 应该是在内侧 Cosa Line 应该是在外侧 如果你是在这样子情形的时候 这个叫什么 Cosa Profunda 你先记得这个定义 先记得这个定义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是什么 这个也是Cosa Profunda Cosa Profunda 这个是什么 Pertruchio Acetabula 你看 EIL在这个地方 Cosa 它是在更里面 更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两种都不对 这两种 为什么 因为这两种情形都表示 这个跟这个很容易去卡到 很容易去卡到 所以你看到这两种情形的时候 大概都是属于FIA的高危险 所以我们Pelvis 为什么你看我常常在当币人造Pelvis 就是这样 你如果说看到OK 看到EIL在这里OK 你说再追踪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Normal Keyboard 但是你如果看到这种情形 Cosa Profunda 有没有 它这种东西它已经进去了 还有另外这样这种情形 有没有 Bemoral Head 它已经穿过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Pertruchio Acetabula 这个是Cosa Profunda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EIL在内侧 这是Cosa 这个叫做Cosa Profunda 还有一种更严重是什么 它是EIL在内侧 Cosa Profunda 已经很里面了 还有什么 它Head都已经吃进去了 吃进去了 这种情形的话 这个再加上这个变小 这个叫Pertruchio Acetabula 要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 这两种情形都要强烈的怀疑 这个是一个Impingement 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 你就咬着它就对了 你就是每个月我回来 两个月给你造一支片 你最多照到第三章 一定会抓到什么OAT 这样 你不要等六个月以后 你再回来照 可能别人就诊断出来 你如果有本事 我们一般大概三个月就抓得到 通常第一章 你看到有下一次再回来 你就抓到了 像刚刚那个病人 一个月三个月 一月三月四月四月 我就抓到 这样知道吗 这个是一个 Pertruchio Acetabula的一个定义 好 再来 你看到Coverage Coverage这个地方 你看EOSQ line F 这个是一个H H 这个就是一个Coverage 对 你看这个Coverage的时候 你看这个A PW AWPW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它的Enterial Wall Labium的Enterial Wall 这个是Labium的Posture Wall 大家知道为什么Enterial Wall要比较浅 我们坐折的时候 我们坐折的时候 这样才能坐折 对不对 你坐折的时候 它前面的Labium 握比较浅的时候 你Hip才能往前弯 你如果跟后面的Labium一样 厚的话 它是不是 你搅一搅往前弯 它就卡住了 对不对 所以 Enterial Wall跟Posture Wall的这个 其实是有差别的 是有重点 是有重点 好 这样 我赶快下听过 大概在5分钟 好不好 我问到10分钟 好 我来 好 赶快 那 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要记得这个S-Ray 你如果说AW跟PW太接近 这也不是好事 为什么 AWEnterial Wall跟Posture Wall 它太接近的时候 它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在接近的时候 表示说什么 它的那个AWEnterial 让你能够转的角度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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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种情形下面 你大概 要小心 也是一个什么 FAI的一个高危险群 那你看 这个Hocal coverage 像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coverage 你看像这个就不太对 为什么 因为你看它 Enterial Wall Posture Wall是这样子 coverage的时候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 BIGO8 这个就是比较不好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 会去算 会去算 它的这个Posture Wall 是不是有太前面 Enterial Wall 是不是跑太前面 这有S-ray Image的当口 他们会去算 有没有 这看过Pixel Impingement Pixel Impingement Pixel Impingement 在这个地方 它会造成什么 下面的这个Impingement 这有个地方会去卡住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因为上面卡住 所以下面 在动的时候 它会去卡住 这是一个Pixel Impingement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讲 Can Impingement 你看到 这个Elio X-Pio 9 这个F-Line Foza 有没有 它这个发现这个东西 就是太深了 太深了 你有没有发现 Elio X-Pio 9 应该是在 这边 最里面 再来才是Foza 再来才是H 它这种情形下面 你看它的这个太深了 它这个太深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 它也会容易去卡到 那这种情形 我们就称之为Can Imping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 你看魔朽 你看有一些病人 你会看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它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固质的增生 这个就是F-A-I的一个特征 Be more Acetabular Impingement 你看我们从S-ray看起来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Elio X-Pio 9 在这里 F-Line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一看你就知道不对了 像这样的病人 你就要把它抓回来再做 为什么 因为它摩到后来 它可能这里不会先出现 它这里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Troplification会先减少 会减少 所以这种东西 你再等一下 我们再回去看最前面的片子 应该不会就知道 好 这个是一个Pincer Keep 你看 这个你给它做一个 这个 Emma Astrography Astrography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整个都白了 这个都磨到有发炎了 有发炎了 那Astrography 我们这边的Image 很厉害 它不太需要做Astrography 就可以看了 Astrography 通常是在这个地方打 Ctrl Speed点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有时候是 是那个 那 这是Treatment的 Pyramine 这我想 各位看一下 这我附件科的治疗的三角形 这个PiCM 这个应该大家知道 这我就不多讲 那为什么 久了之后 它会造成一些情绪 比如说像什么 Bommerid 这个Bommerid 你看M-R造起来 这个都能抹到这样 这就比较是说 这都坏洋 这个PiCM 然后上面就是Astrography Astrography Astrography 然后它会造成Astrography Tropiculation的检查 有没有 这Tropiculation都不见了 这是Astrography 好 所以 OK 所以我们